大家好,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吗? 先考虑一个问题 您知道目前在台湾最热门的关键词是什么吗? 没错,不是论文,是柬埔寨 因为柬埔寨和东南亚地区的人口贩卖侵占案 已经让台湾变成重灾区了 那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 我们很少谈论社会新闻事件 但是这起案件实在是愈演愈烈 已经有上千名的台湾人民和东南亚人民受害 而且现在又传出香港有超过20人受骗受害 那我们很多观众朋友 刚好就在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拿出来跟大家提个醒 避免更多人受害 另外,这起案件虽然发生在东南亚地区 但是整个事件的背后 其实也跟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程度的关联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 不过请您先注意一下我旁边的这个比赛消息 是全世界华人美声唱法声乐大赛 绝对就要在美国纽约登场了 那如果您有亲朋好友是声乐家或声乐的学生 可以请他们上网查询这个比赛的信息 好,我们言归正传 这起震惊华人圈的跨国人口贩卖 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根据台湾警方的说法 他们大概是在半年前开始陆续接到报案 报案人说他们有家属被骗到了东南亚地区 还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没办法回台湾 希望警方能够提供援助 那警方一开始以为是网络博彩公司的老资纠纷 因为东南亚国家的网络博彩行业非常发达 那很多博彩公司的幕后老板都是中国人 像我以前就有朋友在菲律宾的博彩公司当主管 但后来没有联络了 那台湾警方进入调查之后 发现这不是简单的老资纠纷 而是一场庞大的跨国人口贩卖和绑架勒鼠 那受害者不但护照被扣留 那对方还要求交付几万美元的赎金才愿意放人 那消息传出之后 立刻在网络上炸锅了 有更多的受害者入序曝光 那台湾媒体也纷纷展开调查报道 结果惊人的发现 在中南半岛国家存在着非常庞大的诈骗集团产业 还有非常可怕的人口贩卖产业链 包括了柬埔寨、缅甸、泰国、老挝 也就是辽国等地都有这些犯罪集团的存在 他们的犯罪模式大概有几种的欺骗手法 一种是在脸书上假装招募人员到柬埔寨去工作 号称有高工资、高福利 还免费包吃、包住、包机票 还说工作很轻松 那有的说工作内容是博彩公司线上客服人员 那有的说是做博彩公司的后台技术人员 还有的说是去外资银行当行员等等 五花八门 但诡异的是他们对人员的资格要求并不高 有的还不管学历经历 只要会电脑打字就行了 接着只要你上当应征了 他们就会派人去跟你接触 帮你办签证、买机票 还一路陪你到机场上飞机 看起来是非常的贴心 但是其实他们是来监控你的 要确认你不会逃跑 会搭上飞机、飞到柬埔寨 那另外一种欺骗手法是爱情欺诈 就是有人假扮成美女或者俊男 跟你在网络上聊天 让你很快就摔进爱河里 让你无法自拔 觉得自己好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样 那接着对方就要你飞到柬埔寨 或者泰国去见面 那等你到了之后 就要跟你厮守终身 那简单一句话就是动之以情 还有的欺骗手法是投资欺诈 可能是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朋友的朋友找到你 说柬埔寨或者泰国 有个投资机会很好 一定会赚钱 报酬率非常高 要你赶紧到柬埔寨一起来帮忙 会给你很高的分红 那这个就是幼稚以利 现在还传出一种最新手法 是诈骗集团直接在台湾 开真的公司 招募员工 等过了半年或几个月之后 公司说要办员工旅游 免费招待员工到柬埔寨去旅游 然后就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手法 只要人去了柬埔寨之后 就立刻被当地接应的中介人员 收走护照 搭着车送到目的地公司 然后对方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 集团会软禁受害者 用暴力逼迫他们 从事网络欺诈或者电话欺诈的工作 但有些人是负责骗钱 针对中国、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地区 来进行诈骗 想方设法地把钱从对方口袋里骗过来 但有些人是负责骗人 就是负责欺骗更多的台湾人 或者懂华语的人过来柬埔寨 让集团可以有更多的新奴隶可以操控 如果你不听话或者工作表现太差 骗不到钱、骗不到人 他们就用暴力打人、用电棒垫人 甚至还对女生反复心轻 然后这家集团可能就转手 把受害者卖给另一家公司 就像买卖牲畜一样 所以这种被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也被叫做猪仔 受害者换到新的公司之后 又要经历同样的痛苦轮回 被迫从事欺诈工作 被殴打、被电击、被性侵 想逃都逃不了 有的受害者就这样被反复转卖 卖到最后还有可能遭到活摘器官 被人摘取器官卖到黑市去 从此人间蒸发了 根据台湾的法医透露 如果一个人全身器官在黑市卖掉的话 可以换到2400万台币 相当于80万美元的暴利 所以对于犯罪集团来说 如果受害者没办法帮他们骗到更多的钱 或者更多的人 那么就可能用活摘器官的手段来杀人谋产 那你想这个有多可怕 而且受骗的民众绝大多数都是被送往柬埔寨的 西哈努克港简称西港 因为这里有几个大型的园区 那每个园区里都有许多公司专门从事网络欺诈 而且中港台和澳门的黑社会势力也纷纷聚集到这里 他们跟当地政府的官员和警察又都勾结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几乎是个无法无天的话外之地 像最近这起案件闹得这么沸沸扬扬了 但是前两天还是有五个台湾人刚刚到了西港 被公司拿出来在群组里喊价叫卖 一个人卖22.2万美元 不但这样 更残酷的是 有些受害者被反复转卖 最后一战往往是被卖到缅甸东南部的苗瓦迪 这里可以说是人间炼狱 苗瓦迪有个KK园区 非常的臭名昭著 受害者只要被送到这里就等于等死了 如果交不出赎金来赎身 就可能被活摘器官贩卖 然后扑狮荒野或者沉狮海底 所以KK园区也被叫做猪仔的最后一战 所幸 这个KK园区的幕后主嫌犯 中国商人蛇志江 前几天在泰国曼谷被抓了 虽然蛇志江被抓 并不代表这个人口贩卖的产业链会消失 但至少会带给更多人警惕与警觉 就连诈骗集团自己也都开始警觉了 像这几天的柬埔寨招工广告 就还特意宣称说 招聘无套路 所有证件自行保管 还强调是非圆区 想要松懈民众的戒心 但是他们开出一个月7000美元的高薪 跟当地民众平均两三百美元的工资相比 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高得让人不得不怀疑 甚至还有一些招工广告 还刻意强调说可以回得去台湾 只是他们没有说清楚 可以回去台湾的是本人还是骨灰 好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横跨东南亚的人口贩卖、欺诈与屠杀的产业 其实是集结了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黑社会 以及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地的贪腐官员、贪腐警察 共同组成的大型跨国犯罪集团 但是这个人口贩卖犯罪 为什么最近会突然扩大崛起呢? 为什么要诱骗大批台湾人呢? 其实说到底 还是跟中共惹的祸有关 首先 柬埔寨早在2010年就跟中共签订合作协议 要共同开发西港 建立数字工业投资园区 后来西港也成为中共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之一 所以中共就输出大批的资金与人力 到西港去开发建设 而中共的贪腐贿赂文化 和中国的黑社会势力 也纷纷跟着进驻西港 西港成立了许多酒店、赌场和网络博彩公司 很多公司背后的老板都是中国人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跨国犯罪集团之所以猖獗了 第一个主因就是因为中共通过了一带一路 向柬埔寨输出了黑金 也就是黑社会与金钱腐败 同时带动当地的网络博彩发展 但也因此让西港的治安是越来越混乱 但是大概2018年左右 中共一方面是要打击贪官 另一方面也是要避免国内的资金逃出海外 造成国家的外汇流失 他们开始严厉地打击网络博彩事业 避免资金通过赌博的方式洗钱到海外去 中共也要求柬埔寨政府要配合管制 因此从2020年1月1号开始 柬埔寨的禁赌令生效了 那么网络博彩公司的生意也就做不下去了 还有超过40万中国人因为没工作了 离开了柬埔寨 于是这些有黑社会背景的博彩公司 开始被迫转型 改做网络诈骗和人口贩卖 是越来越堕落了 所以当时西港有一句话 叫做十有九骗 也就是每十个人就有九个人在搞诈骗 那唯一剩下的一个是还在接受训练 不过网络诈骗得雇用大批人力来做 所以一开始这些诈骗集团雇用和拐骗的 都是中国人 他们把中国人拐骗到当地 再利用他们一起向中国人民 来进行网络欺诈或电话欺诈 那当时柬埔寨当地的媒体 也披露过这一点 但是随着中国疫情的扩大 以及中共越来越严厉地限制人民的入出境 就让诈骗集团的人力开始捉襟见肘了 所以他们开始把脑筋动到台湾人身上 因为台湾人会讲华语 可以继续帮他们欺诈中国人 那其实准确地说 这些诈骗集团的拐骗对象不是只有台湾人 还包括了马来西亚等地的 会讲华语的华人 所以中共为了防堵洗钱和资金外逃 打击了柬埔寨西港的博彩事业 那也从而促使黑社会转型 从赌博行业转向了跨国欺诈与人口贩卖 作为主要的事业 还有大家知道 黑社会是跟中共一样没有道德底线的 特别是中国的黑社会 只讲赚钱不讲底线 所以中共在国内行之有连的那套 活摘器官的地下产业类模式 也就被复制输出到柬埔寨、泰国和缅甸等地 因为对黑社会来说 他们花了成本去把人骗到这里来 当然就是要受害者 帮他们赚更多的钱回来 那如果赚不到钱 那就是先把他们给性侵或者酷刑毒打了 然后再摘掉器官 卖给黑社来赚取暴力 所以 这个东南亚犯罪集团崛起的第三个原因 可以说 就是因为中共常年对人民活摘器官谋取暴力 让黑社会看了有样学样 也跟着活摘器官来谋财害命 那其实我们也不能排除 这个东南亚的活摘器官交易背后 可能也有中共官员涉入其中 说不定有国内的官员 把非法抓捕的共体人员 卖给东南亚的犯罪集团 用这种方式来发黑财 只是 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但这是一个合理的逻辑推测 不过中共跟这起跨国人口贩卖的关系 还不止于此 这次的受害者有很多是台湾人 那人数可能超过上千人 但是台湾警方虽然想要全力营救 但是却受困在政治因素上 行动难度相当高 原因就在于 柬埔寨跟中共是铁杆兄弟 柬埔寨总统洪森 基本上是靠着中共的长期包养的 所以洪森对待台湾的态度几乎跟中共一样严苛 像8月3号 洪森才刚刚跟中共外长王毅会面 马上就跟中方输成 说柬埔寨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且中共还正在西港秘密建造新的海军基地 这是中共第一次在印太区境内 新建海外的军事基地 这意味着双方之间的关系是高度的亲密 而且隐秘 另外台湾跟柬埔寨没有邦交 现在又因为两岸关系是高度的紧张 柬埔寨对台湾的态度更是冷漠无情 再加上柬埔寨政府为了面子 加上官员高度腐败 所以官方不愿意承认 他们境内发生人口贩卖的犯罪 只说这些都是劳资纠纷 所以这一切都让台湾政府很难营救受害者 好 我想再强调一个重点 虽然这起跨国的人口贩卖与诈骗集团 目前主要是台湾媒体在全力追查 曝光了大批的台湾受害者 但是包括中国、香港、马来西亚 和其他的东南亚国家的民众 也都有受害者 有人被强迫从事欺诈工作 有人被性侵 有人被强迫卖淫等等 像这两天就有媒体披露 有香港人被砍掉手指、被挖去器官等等 简单说 这些犯罪集团把整个东南亚 变成了一个大型人肉市场 随时随地在对外诱骗更多的受害者 上门当主宰 所以请各位中港台地区 以及东南亚的朋友们 一定要谨慎 提防这个要命的欺诈行为 好 最后我们再说一次 这个跨国人口贩卖集团之所以这么猖獗 中共其实也是有年代责任的 原因一 中共一带一路 输出了黑社会与金钱贪腐 带动网络博彩事业 原因二 中共打洗钱 博彩转型变成跨国欺诈与人口贩卖 原因三 中共活摘器官牟利 黑社会有样学样 原因四 中共笼络柬柬埔寨排挤台湾 增加救援难度 好 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